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国民党新北市长初选参选人辩论 今天举办辩论会上除了有深蓝正式人物提问 更找来些新沈玉琳、白冰冰、网红昆 P、千名进党议员李婉玉等神秘嘉宾提问 沈玉琳问道该怎么处理校园毒品泛滥 经接受认为可以让气都全到校园将毒品找出来 周锡伟则表示校园毒品确实泛滥 一旦染上很难戒掉 他赞成贩毒唯一此行 此外还需要有足够的医疗帮助吸毒者奔决毒品 李婉玉则问起关于酒驾的问题 经接受表示他支持边刑 因为如果只是罚钱 有钱人根本罚了不怕 周锡伟也同意要让大家明白酒驾后果不堪设想 但他认为是否要用边刑 在台湾风俗民情上可能有些顾虑 想参选台北市长的李希坤提问 关于双北交通的问题 周锡伟认为台北和新北捷运会联通起来 可以将捷运路线和电动公车接驳 再将电动公车与U-bike结合 政府可以让大家习惯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白冰冰则问起参选人对于领口未来交通的想法 经接受表示如要带征收土地开辟高速公路相当困难 他认为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在高速高路中间搭梁柱 再做第二层的高速公路桥梁 如果去部长45典 Heavenly petits señor